针对今年315晚会所曝光的线下门店 在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 进行人脸辨识人脸分析等行为 以及社会反应强烈的几类典型行为 这一条呢都予以列举 明确将之界定为 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